苏元本人现状怎么样了? 苏元的原姓名叫那英, 据曾帮助过那英一家的教授透露。 那英经历过两次非常痛苦的手术后, 终于能够摘下牌便带, 并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精神状况也正好, 基本不需要治疗了。 那英的父亲在做客CBS节目中表示, 那英很顺利地完成了高考, 没有萎缩,顺利完成高考,感到安心。 很高兴此时的那英不仅身心得到了修复, 并且成功考上了一课大学。 灾祸并没有让他的人生变得暗淡, 反而开出了善良之话, 渴望帮助更多的人减少痛苦。 与此同时, 那英的父亲也强调表示, 他希望能对2020年即将出狱的赵斗纯 参与相关对策。 是的,苏元里面那个凶手赵斗纯 将会在今年年底12月出狱。 得到这个消息后, 韩国民众38万人请愿反对赵斗纯出狱, 但都阻止不了他出狱的脚步。 幸好媒体公布了他的容貌, 请社会记住这个罪人, 以及他的名字赵斗纯。 韩国电影苏元2013年10月在韩国上映, 该片根据两个案件改编而来, 主要讲述了一名年幼少女在遭遇性侵后, 如何走出心理阴影, 如何面对生活的故事。 苏元跟普通女孩子一样, 喜欢抓漂亮的辫子, 喜欢粉色。 一天下着雨, 苏元跟小伙伴闹了矛盾, 只能自己去上学了。 妈妈想送送她, 她却说, 算了, 就算跑过去也就两百秒, 维修在这两百秒就发生了她人生的悲剧。 她遇到了一个浑身酒气, 长相猥琐的大叔, 大叔问, 能让叔叔撑你的伞吗? 苏元看着大叔浑身湿透了, 于是善良地分给她一半的雨伞, 于是苏元就这样被侵犯了。 仅有一点意识的苏元自己抱了紧, 送去医院的苏元血肉模糊, 尝到几乎没有一处完整的地方, 子宫受损, 有可能终身无生育能力, 抢救回来的苏元失去了自主排便的能力, 只能在身上安张了人工变态, 她对此非常的介意, 总害怕身上会臭臭的, 怕别人发现她的秘密。 阳光可爱的苏元再也不阳光了, 柔能的小花遭到了暴风与无情的摧残, 受伤的旗指指叶叶, 更是那迎着阳光无忧成长的心。 无良媒体铺天盖地的大肆渲染, 作为受害者的苏元一家, 仿佛成了周深污秽的耻辱之人, 被似周差一好奇的目光所包围。 从这个时候起, 苏元怕所有的异性, 甚至是自己的爸爸, 爸爸为了苏元能更快走出阴影, 每天扮成玩偶陪她玩耍, 陪她上下学, 苏元也慢慢愿意接近爸爸了, 凶手也抓住了, 事情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但因为凶手事发时喝了酒, 做案时有神志不清的可能, 因此只被判了12年, 就算她对苏元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 也只判了12年。 父亲不满法官的判决, 在法庭上想杀了那个人, 却被苏元哭着拦住了。 赵斗纯事件引起韩国全国民的哗然, 尤其是有女儿的家庭, 多次机会游行, 韩国国会为此提高了 对儿童性侵犯犯罪的略行标准。 2012年, 韩国推出化学阉割, 成为亚洲第一个 对儿童性侵犯者进行阉割, 韩国电影除了《溯源》还有《熔炉》, 这两部电影均推动了韩国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 及对未成年人实施性暴力的相关法律的推动。 其中, 《熔炉法》偏测重于残障人士, 韩国的电影就是这方面特别厉害, 不仅敢说, 敢拍, 还能电影救国, 对揭露社会阴暗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犯人如今将回归社会, 可心理测试结果显示, 凶手照斗纯出以后, 在犯案可能性极高, 这让人细思极恐, 有无能为力。 当法律无法制裁罪犯时, 我们的背后, 还有无数个和我们一样心怀良知的人, 他们会组成牢固的城墙, 做孩子们的堡垒。 每当这世界上多一个有良知的人, 就能少一个禽兽, 孩子们就能多一份安全, 还给孩子们一条安全成长的抗争大道吧。 在内心开口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